接下来向您介绍富士市的庙会 庙会上热闹的气氛也可谓是富士制造 传统的极元之元庙会早在数百年前就开始举办 对于富士市的市民来说 这个庙会跟新年同等重要 伴随着二十台踩车的游行 流传下来的传统的音乐声 在各条街道缓缓响起 经久不息 在富士庙会上 三千市民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微微壮观 以每个人都是主角为标语的富士庙会 成为点燃富士市全体市民热情的夏季最大活动 迸发出富士市全体市民的热情 最后四千发美丽的焰火点亮整个夜空 在富士本厅大道上奏向甲子音乐的是甲子神社祭典 来自各条街道的踩车相互竞争 绝对是您不可错过的景象 踩车面对面接近全力演奏自己的音乐 热情不断高涨 皮沙门天大庙会 作为日本三大不倒翁市场之一而享誉全国 在长约一公里的道路两旁 无数家地摊连在一起 三天的参拜者达到了二十万人以上 大观音庙会上 在二百四十卷布上描画出的 高达四十五米的大观音像 悬挂在新丰院 这幅在布上描画出的观音像 堪称日本最大 富士市的庙会上热情的气氛 把市民紧紧相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